建议所有人都来尝试做自媒体啊 半年前呢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80年45岁全职十几年的普通宝妈 也能成为一个自媒体博主 昨天呢 直播带货461 今天周末带孩子到科技馆来玩 感受一下科技的魅力 现在科技变化那么快 所以孩子从小就要去多接触 多学习 也是因为做了短视频 我的时间呢 才比较自由 才能编带孩子呢 还能有份不错的收入 今天呢 我来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呢 你想要把自媒体给做好 你必须按照我说的这四步去走 第一 你的人设 什么叫做人设呢 就是你要搞清楚 你是谁 来自哪里 有什么样的擅长 例如 我喜欢拍摄剪辑 这就是我的擅长 这样能让粉丝聪明地去了解你 第二呢 搞清楚自己要做哪一个赛道 你要拍什么样的内容 你要拍记录生活呢 还是口播 就比如我这种呢 就属于记录生活 我教大家怎么样去做短视频 这个就是我的赛道 第三步呢 就是要学会去找对标 什么叫做对标呢 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说白了 就是你想成为谁 你就去模仿谁 他就是你的对标 你想做记录生活 那我也可以是你的对标 你也可以来借借 第四步呢 就是写脚本 人家爆火的文案 现成的脚本就在那儿 你还在家里闭门造车 你觉得自己写的 跟人家的爆款 你能比吗 我经常给大家说 先模仿再超越 我是一名分享短视频 干红的主播 我是美姐 一个平凡 但不甘平均的 80年创业宝马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